如图所示 力F作用在杠杆的一端 且始终与杠杆垂直 将杠杆匀速的从水平配置向上提起 在这个过程中 动力比如何变化 阻力比如何变化 而力F又如何变化 由于杠杆此时是匀速转动 可见杠杆处于平衡状态 也就是动力乘以动力B 对于阻力乘以阻力B 我们来分析一下 动力是垂直于杠杆的力F 动力B此时就是杠杆的长度L1 而阻力大小等于物体的重力G 此时阻力B就是这一段 L2 因为杠杆平衡 所以FL1等于GL2 在向上抬起的过程中 动力为F 由于动力一直垂直于杠杆 所以动力B一直等于杠杆的长度L1 所以动力B大小不变 再来看阻力 阻力大小依然等于物体的重力G 那阻力B呢 水平时是这一段 抬起一点是这一段 再抬起一点是这一段 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出 在抬起过程中 阻力B是这个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 一直小于斜边 也就是初始状态的阻力BL2 随着抬起的高度越高 阻力B会变得越来越短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 该过程中阻力B变小了 最后来探讨F的变化 由于杠杆是匀速抬起 所以任何时刻都满足公式 FL1等于GL2 公式变形把L1移过去 前面已经分析了 动力BL1不变 阻力大小为G不变 而阻力BL2在不断渐小 所以F也变小 也就是说 动力F在匀速抬起杠杆的过程中 不断变小 完美 这就是杠杆变化力问题 总结一下 这类问题还是死扣公式 动力乘以动力B等于阻力乘以阻力B 分别去判断动力B阻力 与阻力B的变化情况 最后轻松搞定动力大小的变化 你学会了吗 呵呵